在今天晚上,俄罗斯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,最新进行的是比较简单的开幕式表演。 随后,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和因凡蒂诺也都发表了讲话,之后揭幕战正式开始,俄罗斯队在卢日尼基体育场面对沙特队的挑战,两队的实力在小组中都不是很强,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相当关键的,因为要争取从小组赛中突围是必须要拿下这样级别对抗的比赛。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进攻节奏还是很快的,前十分钟两队对于边路的保护还是很好的,而比赛进行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,本场发挥很出色的哥洛温契船船中助攻加辛斯基头,锤攻入本近世界杯首例进球。 随后很多人都熟悉的俄罗斯前腰球员扎戈耶夫肌肉拉伤退场,曾经的天才球员切里舍夫登场,上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,左部凝住切里舍夫替补破门。 这位前黄马球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带着两球领先优势,进入到下半场的俄罗斯队打得更加稳定。 沙特队从来都不是那种长传冲掉的队伍,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为自己的习惯付出了代价。 沙特在进攻中多次因为只想走地面传球而浪费进攻的机会,而俄罗斯球员在领先之后防守更加积极了。 下半场的比赛中,98替补登场,这个196的中锋替补登场,不久之后,就投球帮助俄罗斯队,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3比0。 进球之后,俄罗斯主帅还给98进了个礼,之后双方继续展开敖战,且,李舍普普什阶段的外脚被射门,将比分扩大到了4比0。 普什最后一分钟,俄罗斯队上演任意球进球的好戏,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俄罗斯在主场卢日尼基体育场以五球大胜了沙特队,从而拿到了球队本进世界杯的开门红。 这场比赛中,俄罗斯队可以说,不管是比分还是战术都是完胜了沙特队,身高的优势在本场比赛尽显无疑。 而随着俄罗斯的大胜,东道主球队参加揭幕战比赛依旧是保持不败,明天的比赛将会进行埃及和乌拉圭的比赛,同时,B组的比赛也会全部开战。 这其中最吸引人关注的,要说是明天凌晨两点开始的西班牙队,面对葡萄牙队的。